好 還有沒有相處拍的可以幫你舉個掌 好 來看看咖啡色衣服的掌握 這樣子很開心喔 來 好 大家看看建模好衣服整的一位朋友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我見到你也是一種安全感 什麼意思 就是 可是我會歪掉喔 所以你不要歪喔 謝謝 可以了嗎 那你先聊聊早聊好了 你不要那麼異性藍山 那是今天的重點 對 你說因為你在 你拍廣告的時候有哭嗎 但是你知道這種 哭就又無際於事啊 所謂哭就是很 感覺就是 會是心疼啦 就是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其中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阿鈞跟他媽媽的出現 因為是真的看到 才會知道 才會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不然其實我們這些人講破嘴 大家也覺得喔 就是 就是 講的那樣 可是就是因為拍廣告那天 我跟他們就是 短短的相處 會 因為他們 我覺得他們會來拍廣告 一定是經過篩選的 可能是最穩定的 或者是最 最親人的 然後最愛笑的 那當然拍的時候說 耶 是可以配合啊 因為他們就是 愛笑 愛笑的寶貝嘛 可是當他們累的時候就是 他沒辦法表達的時候 他可能就鬧脾氣 或是他連走路都走不穩的時候 他的媽媽就是要一直在旁邊呼 或是幹嘛 可是當你想到 喔 他可能已經五歲或六歲 可是他現在還是兩歲的行為能力 跟他的語言 就是 我就會 因為我是媽媽 所以我懂那個 我今天只要我的兒子 比較輕 或是他吃飯 吃一點點 我都會擔心的不得了 那何況是 像這樣子的發展遲緩 我就會馬上就是知道說 那個有多辛苦 然後會心疼 想哭的點就是這個 就是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你當初生產前 有做很多精密的檢查嗎 因為 發展遲緩 這個好像是有一些產前檢查 是可以檢查出來的 對不對 可能吧 因為 他們可能有些是因為疾病 但是各種各式各樣 有可能 我自己生產之前 其實 因為我個人就是神經 是算大條的 所以就是 我就是那種 就是 就是這樣子 你會不會 高層次都沒有照 高層次 喔有 有 神經大條到這樣 都不用照 你說精密嗎 我想說要多精密 各種檢查 就是雜大錢 沒有 就是 基本的檢查都有 基本的健康檢查 那種 它只是殘檢 對啊 殘檢 喔殘檢有啦 不然什麼檢查 身體健康檢查 我剛剛以為你是說 在懷孕之前的那個 激因檢查 那個沒有 懷孕過程當然啊 就是 該做的檢查都沒有少 這樣子 那你剛剛有說就是 兒子如果就是 只要可能體重變輕 或者是 只是一點點就會很擔心 那如果兒子就是 哭的話啊 你是會選擇 把他放在那邊 讓他哭到累 還是你會立刻 抱歉 我跟你講這一題 也是難上架 尤其是在外面 用餐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現在在外面啊 用餐就是 完全一秒都不會想到 我是公眾人物 完全 就是 沒有這件事情 有人說 有什麼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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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顧他嘛 對啊他吃東西就是會 會 就是 反正我就是 對 就是一個媽媽 什麼啊 但我覺得很妙啊 就是 人生的一個很大的轉變 對啊 然後就是 弄他 然後其實就是 如果他在外面 開始哭鬧的時候 我們也會怕 就是吵到別人 或是有人側目啊 會看 因為我們自己以前在外面用餐 如果小孩太吵 也會覺得說 啊還是放任他這樣子 可是現在自己 所以自己的小孩 如果 開始鬧的時候就會 特別緊張 啊抱出去走一走 抱出去走一走 然後 就是 反正過程就是很刺激 帶小孩出去外面用餐 事情很刺激的事 那你給他比較多安全感 還是老婆 你說給他的安全感 對 就是他可能一抱 就不太會哭了 安撫的程度 我覺得他本身安全感 是很夠的 而且他 不怕生 就是 他只要你抱他出去他就好 就他其實只是不想坐在那邊 嗯 他覺得啊 我 我不想再坐 我已經坐很久了 我也吃飽了 然後就把他抱出去外面走一走 讓他看看 燈光 看看別人 其實他就安靜了 對啊 那蠻乖的耶 所以他現在沒有出現惡魔行為嗎 惡魔行為 噴尿在你身上 尿在身上 這是嬰兒時期吧 尿在身 他現在尿在我身上 就是也沒辦法 那也不算惡魔啊 他又不能控制 對啊 假哭之類的 假裝自己很難受 然後 但他其實沒有眼淚 目前還好 欸 你們講的事情好像都會發生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是頭皮發麻耶 對啊 就是 目前目前還好 或是開始把妹喔 把妹喔 我覺得他 是還好 但他很 他很會叫阿姨 真的喔 他看到任何人來我們這樣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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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跑過去 阿姨 這算把妹嗎 他會很熱情的衝過去說 阿姨 這樣子 我覺得他應該算伯伯 可是有些可能是姊姊 不想被叫阿姨耶 他還不會講姊姊阿 他就是 他總不能叫人家媽媽吧 那你剛剛聊到說 現在身份很難平衡這件事情 就是正在 就是你又是媽媽 又是歌手 又是人家的女兒 嗯 你會一時抽不回嗎 就是 這是比較 目前正在調整的事情 嗯 可是你其實現在沒有先試工作 所以不行阿 這樣不好把 不好把 所以接下來我就是 不行這樣子下去 對不對 我要把它調回來 扭轉一下這個局勢 是自己想到 還是身邊的人有提醒你說 好像不能再這麼下去 沒有自己啦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寫歌唱歌表演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 就他對我來說 還是是一種自我的實現 就我必須要 回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 他也是我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不是說為了要 工作 然後必須要 而是我發現 我在做音樂的時候 還有我在表演的時候 的那種成就感 其實是當媽媽 某一部分 也沒辦法給我的 嗯 還是因為存款 有快要見底 這比較現實層面 因為顧小真的有話 我是真的沒有見底 我有在儲蓄 哈哈哈哈 還夠 你有除育額基金這種東西嗎 沒有特別 我沒有特別開 你說要特別開一個帳戶 對啊 沒有耶 好像應該要齁 媽 不然你會信仰 哈哈哈哈 我沒有 但錢都還夠 對 錢還夠用 怎麼會講到這個 你看你就會歪掉 不是你要有屬於的錢 你要照顧小孩 你才可以做公益 是不是 對啦 對對對 而且我錢夠到可以做公益 對對對 呼籲大家有錢的要做公益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 有能力可以幫助別人 是最幸福的事 是真的 看吧 很正派啊 我沒有說你不正派 對 你剛剛有提到說 跟老公因為就是 育兒的關係感情變得更緊密 其實在說白一點齁 更緊密就是因為 孩子都生了啊 就是更有一種那種覺得 啊 就是 就比較在 很難分你我了啦 因為回歸到最後 如果我們有一些分歧或什麼的 吃虧的都是小孩啊 就是 我覺得我們要同心協力 才是最好的 那是我們的目標啊 那是我們的目標啊 所以就更少吵架這樣子 有沒有更長 更少 但不是吵架 就是更常會有 溝通摩擦那些的 對 但是 以前 如果沒有孩子就是 有時候甚至擺爛個幾天不講話 也無所謂就這樣 可是現在有小孩啊 就不行 就是這件事情是 不是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你們是每天睡前都會檢討說你們今天照顧小孩的方式怎麼樣 盡量 盡量 就是 可是有時候可能太忙或幹嘛的話 但是我 我自己個人啦 我覺得 我們之前要一直保持連線是很重要的 喔 就對於小朋友的事情 我們要一直有共識 然後知道 知道我們現在的狀況 這樣子 那小孩跟你們睡 對 他是可以睡過夜的那一種 可以 他很早就可以 哇 不錯耶 是睡在中間喔 哇 他睡在 我旁邊 有一個嬰兒床 喔 因為有些分 可能要照顧小孩會分房睡 喔 沒有耶 我們就是他睡在我旁邊 真的很緊密 你知道嗎 哈哈 那今年就要發票喔 會啦 會會 會喔 再請大家多多幫忙 上半年嗎 還是下半年 這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上吧 上半年上半年 就是快樂快樂這樣子 你剛剛說 小朋友不喜歡乖乖的坐著 那出門坐汽車坐影的時候 你會怎麼安撫他 嗯 如果他不想坐的時候 我就會說 然後 就是 規犬 我就說 你要坐啊 這樣才安全啊 什麼什麼的啊 然後 看看試試看給他奶嘴啊 或者是給他玩具啊 轉移他的注意力 或者是跟他說 啊 沒有車車 什麼的 bus 紅綠燈 紅燈行 綠燈停 欸是嗎 紅燈停 綠燈行 紅燈停 就是 因為總決賽快要到了 那你自己現在 走到現在 你覺得心情 就是有沒有什麼心情 可以分享 心情當然有啊 就是覺得 比賽這件事情 真的是可以把人的 很多東西激發出來 就我看著他們 從一開始到後來 漸入佳境 就是可能一開始會有那種緊張啊 或者是還不知道 遊戲規則 或是還不知道觀眾要的是什麼 就是會有很多很多因素 讓他沒辦法 發揮他的實力 可是這樣一關一關一關下來 我覺得那其實也是 參加比賽的人 去認識自己很好的機會 就是 我講這些會不會太無聊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是 因為是我們家 喔 我會寫 你不管講什麼我都會寫 對啦就是 而且啊 有一個東西 就是 還真的是會有自己 比較喜歡的選手 這可以講嗎 就是很難 很難沒有一些 就是自己 比較 私心啊 就是偏好的 選手 就是很難 我一開始覺得我要公正 就是根據他 每一場的表現 可是當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一路看 一路看看 看上來 會覺得說 當他 我看到他有很大的進步的時候 我就是很想要給他 很多的鼓勵 跟認可 因為我覺得其實那才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也是大家想要看 所以比較帥的 你又比較私心 我還是比較偏能力啊 對啦 就是能力跟態度 那你自己剛剛說 你有被激發出一些東西 因為你也是 你算是第一次這樣子 當 評審 當導師 那你自己激發出 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自己喔 對啊 我自己被激發出的 對 有什麼改變的 有什麼改變 就是 就是 問得好喔 對我沒有想過這一題耶 可能也就是 可能就是 如果再回歸 我曾經是選手的時候 我太在意別人的評價 就算現在我是導師 可是我 我畢竟還是一個 在台上的表演者 我有時候也會 可能太在意別人評價 但是 我當導師之後 我換成另外一個 去評論別人的角色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有時候其實 大家都是個人喜好 就是 我不可能為了 每個人的個人喜好 然後去改變我自己的立場 或做法 就是 我會知道說 其實最大的價值 還是在於我自己身上 然後不要太容易被 外界影響 這可能是 最激發我的事情 好 謝謝 謝謝 你剛剛有提到說 孩子成長當中 最重要是 父母要有喘息的空間 嗯 什麼時候才是你喘息的空間 就是他睡覺的時候 沒有 沒有 還有就是 有時候譬如說 他就是去奶奶家 就是有人可以幫忙 照顧他 而且那個人還必須是要我放心的 然後 了解他的 然後他也適應對方的 所以像這個 弱勢兒童服務計畫 他們其實包括他們會有日拖 就他們會有專門照顧 這些小朋友的機構 然後是有那種 有真的有老師有社工的 因為 因為像這種小朋友 你就是不能把他放到 一般的拖嬰中心 一般的幼稚園是沒辦法的 所以像 像醫店他們就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就是希望拿到更多資源 然後增設更多這樣子的機構 讓爸爸媽媽可以把小孩放去哪裡 可能一個早上四個小時也好 但是放去那邊我放心 然後我回家我可以做家事 然後我可以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其實那個是很重要的充電 因為可能一個早上 他可以再撐一個禮拜 這就是所謂的喘息吧我想 所以你現在顧小樂高 你會有安排時間是跟 專屬於你跟老公的moment 就是 還是要吧 我覺得還是要欸 對 那多處要幹嘛 追劇啊 或是可能只是我們兩個出去吃一頓飯 或是看一場電影 都會彌足珍貴啊 那有預計怎麼找到第二台嗎 這逼不得已的 我知道你一定會問的 你每次你接下來發片也都會被問到這一題 對對對 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想 目前沒有 目前 目前沒有 沒有想到他三歲是要幫他添個弟弟妹妹啊 那等他三歲再問我這一題 你等他三歲再問我這一題 可是有跟老公討論過嗎 會啊會討論這個啊 第二台 他想要啦 他是想要 對 可是我 就說啊我現在我還是想要 追求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就是 我還是覺得有些事情齁 就是 要 照顧到自己 就我覺得我現階段就是 對於 生孩子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已經滿足了 有他我現在是很足夠的 那 之後會不會有就是 至少我覺得我現階段 我想要回來 發轉機 然後我想要做一些 別的事情這樣子 那 會不會有第二台 目前是沒有這個打算 嗯 可是你現在都沒有媽媽味 真的嗎 開心喔 對啊 所以要不要趁現在先拼幾個 什麼意思 等一下這什麼邏輯 這是什麼邏輯啊 就現在沒有媽媽味啊 你現在看起來不像個媽媽 所以要再拼幾個 直到有媽媽味為止 再停 恢復的程度很快 對啊 老公也想要 從常記憶啦 有時候當然會 我看他小時候的照片的時候 會衝動想要 就覺得啊 怎麼七八個月的時候 那個size還有那個樣子 好可愛喔 就覺得啊 然後他現在就是已經一歲多 會走路就覺得 沒有很可愛 小孩大好快喔 我以為你說現在沒有很可愛 他還是可愛 可是就是小孩長大的好快喔 會有衝動 就覺得啊 要不要再生一個啊 什麼 但是就是僅止於就是衝動 我們就要付諸於行動 先發專輯再說 哈哈哈哈 還有就是我現在還是覺得很想要有 我的專輯很好聽 我想要先這樣子 好不好 好 一件事一件事來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啊 讚 讚喔 好啦差不多了 好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